今日的ET各股推介是阿里巴巴9988 经济日报的投资业话早减选原因 是中央稳住经济大盘 在内地加强政策力度 中港股市近日延续反弹行程 上证和护心300指数创超过一个月的高位 带动港股连续两日企稳21000关 港股预期继续反弹 蓝筹股有望轮流启动 部分的蓝筹包括阿里巴巴仍然都可以加以关注 晚内地3月份开始疫情重燃 并且延续到5月份 阿里巴巴管理层预告 4月份淘宝天猫商品交易总值GMV 按年跌了一成 5月有所改善 另外5月下旬内地物流快速回复 正在消化之前值额的包裹 很多商户都正在为天猫618做好准备 目前观察到有23加618的商家 和核心产品数目录得按年增长 阿里去年加大对淘特淘塞塞 两大较低端电商的投资 管理层预料未来相关的业务亏损会持续收窄 当项业务预料重回正轨之下 高盛预料相关的客户管理收入 CMR和GMV的表现在下一个季度可以回复增长 全年来说 海通国际预测阿里2023财年 非供应会计准则的正利润案年 跌幅预料会收窄到4% 2024财年会升2.5% 走势上 阿里昨天升了1.4% 突破3月延伸以来的下降轨 策略上有货者可以继续持有 短期博反达目标 看3月份高位是119.4 未有持货的话 可以等到90元以下吸纳 直白率比较高 跌穿79.6元就止洩 主要大行给予目标价 平均大约是149元 中线可以作为参考 马耳加先休息 稍后会回答大家的听闻